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一连三天 来为大家主持我们的名人座谈 也是代表各位提出你们心中的问题 我首先也要代表主办单位 欢迎各位 同时恭喜各位 有这样的智慧还有机缘 能够来参加今天的这场对谈 因为实在实在是太难得了 这样的组合真的是 夸张一点讲百年一见 对不对 那么我刚刚跟各位介绍过 今天三位都是天王级的偶像 刚得到世界十大青年的张学友 不用说了 你走到哪里大概都有好多的歌迷 媒体包围着你 我听说连你上厕所都有人紧追不舍 没有 那么大家也认识侯文勇先生 他是以亲爱的老婆和大医院小医师 这几部作品的走红文台 他不仅写作 而且主持广播节目 所以他的听众还有读者都很多 常常签名签到手栓 是不是听说 还好 那至于法谷山的创办人 我们的圣言法师 我的师傅呢 他常开玩笑说 他自己是LKK 老靠靠 不过呢 他虽然七十岁了 但是呢 为了度众生的需要 他常常有不同的面貌 他有时候很庄严 有时候很幽默 有时候甚至同心未敏 我觉得他有点调皮 所以啊 所以其实我们师傅的迷也很多很多 而且呢 老中青和小朋友都有 所以我说今天真的是超人气的组合 不过大家 必须没有想到 这三位在不同领域的天王 为什么今天会聚在一起 这个中间的线是什么 大家一定猜不到 既然是佛法 佛法 那我们首先就请圣言法师 来给我们讲讲 为什么佛法 会把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 我们两位台上的 这个贵宾和主持人 还有台下的主位贵宾 武安 阿弥陀佛 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 大概就是讲的姻缘吧 不过我跟张修友啊 是有几次见过面的 是在香港 见面呢 也是匆匆忙忙的 那这次呢 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我们能够在同台谈一谈 不一定完全谈佛法 其实没有一样不是佛法 这个侯文勇呢 我们也想不到的是 我看了他的好几部书 他的书里边呢 非常调皮 他调皮之中呢 他有学问 有思想的 而且呢 又远着的 所以他们是两位是副教徒 平常你们要想看到他们两位是副教徒 大概是不容易 因为他们的书里边 他们的歌里边 你看不出他说 你阿弥陀佛啊 你看不到 但是呢 他们的生活 言行 在平常的待人几乌 就是啊 标准的佛教徒 我想佛教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老是告诉人家 我是佛教徒 我是佛教徒 张学友啊 我想今天很多现场的观众 一定跟我一样 非常讶异说 张学友可能是佛教徒吗 这个啊 歌神耶 走在时代的前端 偶像耶 这么炫 这么炫的人 怎么会 这么炫啊 书里说 这么炫啊 这么炫的人 怎么可能会信一个 好像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 你是谈谈 你怎么跟佛教开始结缘的 我自己不敢说我是佛教徒啦 真的不敢说 因为我觉得 他们这个两个人都说 他们两个人都不像是佛教徒 是这样子讲 但是我说 他们两个人很像佛教徒 我 我应该是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 在一个巡回表演到法国 然后有一个歌迷吧 我想是 他送了一本书给我 然后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看的 他送你什么书 六祖谈经 哦 六祖谈经 那是 餐中的经典 然后 在那边看一看 看一看 开始觉得有 开始有兴趣 然后去 因为之前 我妈也拜 拜很多啊 就这样 关心是 都拜拜 都拜拜 希望有点帮助这样子 所以 我自己 小时候就很迷惑到 我是 我是什么教 什么教的 我也不知道 然后 接触我以为我自己就是佛教徒 然后 然后看那个书以后 我就觉得 开始 我觉得自己 第一行为 没有 没有跟那个 很严格的要求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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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达上 第一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佛教徒 佛教的戒律 你觉得很严格 达不到 第二是 我为什么会 会继续看下去 我觉得 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因为 他在 那么 那么早 那么早以前 就看到很多 很小 小到 我们在地下 每天踩的什么城啊 什么都看 我觉得 他是很 很 就是很细心 这样子 我觉得 很有兴趣看 所以开始看 应该是这样子吧 慢慢就开始对佛教 越来越有兴趣 师傅 刚刚这个 张学友说 这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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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求 然后说 希望有点帮助 很多人就以为 那就是佛教 师傅 能不能简单的说明一下 到底佛教是什么 佛教呢 不是什么 我一向是怎么说 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要告诉人家 什么叫做佛教 这是说 人需要什么 用慈悲和智慧啊 来 来应对 那就是佛教 如果离开 慈悲和智慧呢 那大概就不是佛教 可是呢 我们 要知道啊 宗教有很多的层面啊 有不同的层面的 真正的宗教啊 就是 有两大类呢 是真正的宗教 就是第一类呢 是爱 和舍的宗教 就是叫你 叫你爱人 爱极 爱人 然后呢 能够 甩掉 甩什么 不是 给人的 这种宗教呢 是一种相当健康的宗教啊 然后进一步的就是一种啊 就是经验的 自我的 内心经验的 宗教 所以内心经验 就是要通过 禅定的修行 以及呢 自我的反省 然后呢 能够基础到 所谓 我们叫做本性 或者本性 那么在 基督教来讲啊 能够真正的见到了神 那个神是无形的 是一种叫做真理 那像这样子的宗教 是 已经 这是了不起的 那在佛教来讲呢 最高的层次啊 就是超越的宗教 超越于所有的一切 然后 他 就是 为了奉献而奉献 为了 度众生而度众生 为了断烦恼而断烦恼 没有要求的什么 这种 是最高的层次的宗教 谢谢师傅啊 师傅是比较宗教的专家 所以讲起来真的是头头是道 那么现在轮到侯文勇啊 你是太太你接触佛教的经验 那个我们小时候就要去那个 三楼去拜拜 我们家最顶层 那好奇怪 每次都派小孩子去拜拜 所以 给你练身体 对最懒惰都不想上去拜拜 然后妈妈就说练身体 所以这个练身体我也有 那有时候考试我也真的会去拜拜说 拜托让我考第一名 这个我也有 呃 到了后来我祖母过世了 我拜拜的时候会拜我祖母 那那个拜拜对我来讲就稍微好一点 我跟我 对那个拜拜就可能层次稍微好一点 那后来我们长大因为我很喜欢文学 所以我会把佛经拿来当文学读 那我最喜欢的佛经都是 那种原始经典的就是 呃 释迦摩尼佛出去 然后带着弟子去绕一圈 然后 要了一些食物回来 然后就洗洗脚 然后就大家坐下来了 然后 坐下来之后就开始说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开始弟子阿难就说师父我有问题 然后就讲一堆奇奇怪怪的 然后 然后释迦摩尼佛就说你这样乱讲 然后他又讲了一个他的 那个 那个实在是非常好看 那我就是这样子读 那一边读我就会觉得说 啊 对这个释迦摩尼佛实在是赞叹的不得了 就是 光是单文学作品读都很精彩 是 所以你文笔这么好 是不是从佛经上学来的 我要练到那个层次很困难 那后来 后来 可是佛经有很多事真的是很吓人 好比说 不能打妄语啊 那个我常常在吹牛 不能喝酒 然后一想不得了 我喝一瓶好的葡萄酒 这也是常见的事 就觉得说 哇这件事跟我真的很没缘分 怎么会 就是 怎么 我很希望学 但是弄到这样 我这么的没有资格学这样子 那去年就 前年就有人说师父有带了一个金银禅山 他说吃得好 睡得好 所以我就去了 去了三天 师父讲了很多的道理 亲自带我们 那有一个话让我比较放心 因为师父说 这个所谓的佛 是一个内心的 就是 在你内心那个渴望光明的 那个自己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佛 所以这个佛对我就不很虚幻了 我就说 因为像释迦牟尼佛开玩笑 连文笔都做不到 更不用说人格了 那他可以成为一个 想望你的内在的那个光明的未来 是一个自己 而不是把自己放掉 然后把自己交出去 去拜一个你不能理解的偶像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舒服 特别是师父讲出来的 一定就是 对的 对的 对所以我后来想一想说 或许我还没有这么差吧 那所以后来所有师父的活动 要创造一个人间的净土 要提升一个人的品质 我很赞成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净土 并不在一个 也许不在一个想象的 阿弥陀佛 可能是在现在 这个世界我们所处的周遭 如果我们把它建立起来的 这个人间的净土 可能就是所谓的 阿弥陀佛的西方世界 所以我一直是忽此师父 这样一个想法跟观念 这大概就是我的音乐 对 就像侯文勇讲的 就说这个师父说 内心渴望光明 这样的自我 就是一个佛教徒的精神 那么不过我听说 你到现在对佛教 还是有很多的怀疑 我也有怀疑的 你也有怀疑 你有怀疑什么 你怀疑什么 我也有一些 不能证实的东西 有怀疑 比如说 前世 今生 或是未来的 到底 我觉得我跟侯文勇 相同的地方 是我相信英国 我觉得那个是很科学的一个讲法 那个是很科学的 可是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有很多人 我们香港有一个 有一个同业 做我们娱乐界的 他后来 他信佛了 他有一次到外面去做义工 做义工 不是在马路上 捡石头 或者怎么样 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夹着来把他砸死了 真的 那到底 在我来讲 我可以说 可能可以跟自己说是 可能他现在会更好 他去 那个是他可能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 然后可能他是时候了 到那个 他有这个资格了 到那个极落世界去 那可是在现实的世界去看 那他 他到底 比如说他身边还是有亲人 有什么的 有 要是他再留在这个世界上面 他可能 他已经 他已经心向 让这方面 可能在这个土地上面 可能做得更好 那为什么他会走呢 他为什么那么快 把他带去 你来极落吧 这样子 那就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也就一些东西 我自己不能理解 这赶快要师父解答我 我也要一起问 其实我也 我跟学友一样 我完全坚信英国 特别佛教所看到 是一个更长远的大英国 但是我不能接受 是跟学友一样 就是前世今生 就是 怎么有一个人 跟先生离婚了 是因为他上辈子 对不起某一个人 然后这辈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 前世今生 是我 我还是一直怀疑的 就是 是这种这样前世今生 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想这个要请师父 来给我们解答 这个我从两个方向来解答 第一个呢 释运营业佛说 最好不要管这些事 因为啊 讲前世 讲今生呢 是非常渺茫 而且呢 佛说因果不可思议 因缘不可思议 这是纠缠不清的事情 没有神通的人 不知道有过去未来 不知道 看不到 就是有了神通的人 看也是看得很渺茫 因为这是过去事 不死一世啊 无量的过去事 这个没有办法看到 他根本最早究竟是怎么样 有一次有一个 就是这个沙利佛准者 他有神通 他看到一只蚂蚁 那他就问佛 说这只蚂蚁怎么会变成蚂蚁的 佛说 那你自己用神通看一看 他说 怎么看怎么看 他说 还是蚂蚁 那这个释迦牟尼佛说 你是看不到的 他说 我是看到了 他原来是一个比丘 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呢 结果呢 就变成了蚂蚁 这个时间很长很长 一直到现在还是一只蚂蚁 所以 一般的人 要想通 看透 所以是过去 所以就前世今生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是不谈这些问题 所以佛文医佛也告诉我们 不要谈这些东西 你谈的时候 也许让你带着更多的困扰 比如说 你的太太 你看到是前世 是你的祖母 你看你怎么办 这有可能呢 所以最好是不要问这个事 现在你们两个人处得相当好 非常好 为什么一定要问过去 过去 过去已经过去了 过去已经不存在 不需要问过去 那这个 这未来呢 未来还没有来 你担心做什么 所以这是呢 佛法讲的呢 这是非常现实的 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你过去 不是重要的事 那你现在要如何解决 你现在的问题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刻或者是一生 这是非常重要 那这是一个 一种说法 那另外一种说法呢 前世今生是有的 那对于啊 这许多的人呢 特别是亲人过世 就像刚才张修有讲的 自己的亲人过世了 不管是长辈也好 同辈也好 或者自己的儿女 不如 突然间过世 这是没办法承受的 非常的痛苦 但是 如果你告诉他 他现在的任务已经了了 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去 或者是在天国 或者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是呢 他会转身过来呢 也许再投资到你家里来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虽然这个事情是很渺满的事 可是在心里上面呢 是有一种安慰的 这并不是 人死了以后就没有了 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 对不对 有一个问题想问 这样子 好 所以要是有一个坏念头啊 其实我是很想学佛这样子 可是你还是有一些坏念头 在转的时候 挥之不去这样子 怎么办师傅 要不要首先告诉我们 那坏念头是什么 很多啊 就是 各类各种 各种各样的 这个 其实坏念头我也有 如果完全没有坏的念头的话 这我们说这是沃罗汉 已经是 叫做离约的沃罗汉 这是圣人 不是凡夫 如果是凡夫的话呢 这恩念头一定有 有恩念头会出现 那这是他的一种什么 一种工具 一种找利点 如果完全没有 恩念头出现的话 自己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善 自己发现 自己有恩念头 这个叫做善 如果说 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做恩念头 你这个人是个坏人 哇 所以师傅说 张学友是一个善人 因为他知道 自己有坏念头 谢谢师傅 因为咱们两位 不断地讲戒律 好像是戒律 就是一个坏事情 我还是要把它 重新把它理清一下 如果有自制能力的人 自己有自制能力的人 也就是自己能够控制自己 自己能够又说自己 自我又说的能力很强 那这个戒律是不需要的 可是呢 对一般 什么叫做坏 什么叫做不好 或者是好 都是没有办法分清楚的人 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 来又说自己的人 那戒律还是有用 有了戒律以后就觉得 我是个佛教徒 那我从今以后呢 应该呢 过去做的事情 现在不能做了 比如说 为他借交是不邪人借 对你们来讲 这个不起作用 因为你们 没有另外的什么婚外情 所以这一台戒 对你们和我们有相同的 我觉得是你自己 愿意去做的事情 你愿意去做的事情 不要说因为是什么东西 我自己接的酒 是因为我真的没办法控制 我自己喝了酒以后 我第二天就是 你起来就 对不起 昨天是怎么样 我整个人想 你砸了吗 你整个婚礼 你身边的朋友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是没有要控制我自己 我才去接酒 我觉得 我喝酒了 会 会对人家造成一些伤害 我可不可以接续 请自由发言 其实就是大家在这个时代都很在乎快乐这件事情 那叫大家不要快乐 然后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人的真正的快乐 可能是应该在于说 我坐在这里 我很开心 然后我把我内在的那个自在 传递给你 然后你也感染到那个快乐 那个快乐是不用求的 不用去拜托的 不用我的孩子每天来问候的 不用就是 我怎么样就可以散发出去 我觉得那个 可能那种快乐是更长久 更真实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真的去追求真正的快乐 也许是跟 跟危害别人是没有抵触的 就是说 不是 就是说你追求的快乐 然后同时也可以照顾别人 我觉得那个快乐是比较真实的快乐 是就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我想这个 在佛法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宁静的 然后非常自在的快乐 因为我们如果很有慈悲 很有智慧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师父讲的 那么我要问张学 你是不是酗酒以后 你觉得 不是酗酒以后 戒酒以后 觉得比酗酒的时候快乐 起码 起码 起码睡醒 不用打电话给人家 去道歉啊 怎么样子 道歉是很难过的事情 我对不起 我对不起 我不愧 我是打完 打完 我是在一个 一个很好的朋友的 结婚的那天 搞砸了他的结婚的典礼 喝酒 然后在他的儿子 一年以后 他的儿子满月 儿子满月那天 我又搞砸了他儿子的 满月的 那个喜酒 满月酒 对 我第二天起来 我就觉得 我实在是太不济了 也太对这个朋友 对不起这个朋友 我第一个打给他 然后我也告诉他 我四十岁之前 不会再喝酒 刚刚侯文勇讲 就说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那我们记得佛经里面也有讲 众生颠倒 极苦以为乐 所以请师父来讲 在佛经里面看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快乐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快乐的事 快乐都是颠倒 这是暂时的一种刺激 或者是麻痹 或者是兴奋 这都不是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一种 暗定 和 亲民 心里暗定 心的亲民 那是真正的快乐 我们一般的人说 像没有负担的时候 就是心里没有负担 或者是身体没有负担 那对环境来讲 也觉得不是负担 那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 我想就请教 你们两位啊 就是 作为一个人呢 他的追求力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在不同的时候 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有不同的追求 我小时候啊 我最追求的可能是 雪糕 对不对 十几岁的时候 我很希望谈恋爱 找到女朋友 可能是我的目标 到我二十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希望 我希望有一个 希望可以 找到 足够的钱 让我们家庭 我爸爸妈妈 或是我自己啊 有一个很安定的生活 不用再 因为我小时候 环境比较不好 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家很希望 我妈很喜欢 把我们拿去跟人家比啊 你看谁谁谁 比你怎么怎么怎么 很多妈妈都这样 要正经要怎么怎么怎么 那我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很想把这个 把妈妈从小讲的东西实现 实现妈妈的愿望 对 我觉得我自己 一直在经历一些 得到了 追求一个目标 你得到以后 会有一段时间的空虚 因为我其实不算是一个 很大野心的人 或是我要 我要赚全世界的钱 或是我要成为全世界 唯一 大家认识的歌手 大家认同的歌手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那变成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 变成 突然之间好像没有目标了 我 我存了一些钱 然后觉得 这个钱也可以够我爸妈 过生活 我要是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儿女 有儿女的话 她自己长大 自己会赚钱 那我自己老了 这个也可能够了 的时候我突然之间 觉得很空虚样子 我想了很久 然后 现在我想 想追求的是 我想知道 做人是为什么的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很想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 以后 到我真正知道这个答案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 做人原来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 那我希望可以 比我完整的了解这样子 那我想我以后的是 去慢慢了解 我在不同阶段的时候 你自己的责任 你自己的身份 你自己扮演的角色 你怎么去 把它扮演好 然后你再 自己跟 跟社会 跟其他人的关系 是怎么样的 这我很想了解 所以 张学友是很有责任感的 是不是因此就得到 世界十大青年 我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会得到 真的 我说真的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我自己的生命历史到现在 如果有点什么比较特别的话 我是觉得 我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在跟末期癌症的病人 一起帮他们做末期癌症疼痛的控制 五年到六年 别的医生的黑板上面 他们的病人如果擦掉了 就是出院了 那我的病人可能就过世了 那我跟这些病人情感都很好 所以我有大概有三四百个朋友 都已经是过世了 那当然这些朋友也从来没有回来找过我 这也是我全身近世的 全世近世的一个问题之一 但是这个会常常让我去思考 就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这些朋友离开的 有年轻的 也有年少的 那就会不断的在思索 那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刚三十出头岁的时候 那可能没有像张学友那么的worldwide 但是也有六本书 在前十名的排行榜上的记录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给我 有一个名气 那这个名气就是让三十几岁的我很不舒服 所谓不舒服就是 怎么一个人好好的就忽然变成有名气了 那这个名气的不舒服会觉得说 那个大家所看到的 那个不是真正的你自己 那所以对我来讲 就会不断的去想 可是后来就觉得说 真的会困扰的原因就是 因为每个人跟那个名气牵扯不清 你得到好处的时候就觉得那是你 然后得到这个麻烦的时候 就觉得那应该不是我 所以后来我常常想说 既然如果可以看清楚 名气这件事是身外的事情 那有没有办法跟这个身外的事情 好好的相处 那后来我就蛮能够跟这个所谓的 名气相处 所以名气相处有一次我听到 李彦秋讲了一个事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所谓的名气也不过就是认识我的人 比认识你的人多了一点 所以如果我这个名气对大家有什么帮助 就拿去用吧 这样子 后来我就想想说 这个名气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我还蛮 有一点点名气对我最大的贡献 就是我知道人生追求的不是名气 那这个是我觉得在我三十几岁就知道了 我觉得是很大的福分 能够就知道这个事情 那再往前走 我面临的问题也会跟张学友一样空虚 那就是说 那再来该怎么办 再来该怎么办 我们来问师傅好不好 师傅人生是不是就是 刚刚他们说 我们都觉得人该追求的好像就是有名嘛 有钱嘛 那现在张学有钱也有了 侯文有名也有了 他们都觉得好像不晓得再该追求什么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师傅 他们两位都说 未来人生究竟未来什么 我想我不回答这个问题的 最好是自己去体验 自己走出来的路 自己体验出来的也是最可靠的 并不是一定要叫人家告诉你 说你是这样子走 才是对的 那样子走 他是对的 那么这个人是从生命的过程之中 渐渐地走过来 在我还是主张 也是踏踏实实地做人 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未来的目标 往往都是空虚的 未来不知道是会怎么样 但是你 从你现在的理作点 往前走 很踏实地往前走 以你自己的因缘 顺势而为 而促成你自己的 种种可能的因缘 而对自己 对家庭 对他人 能够有一点帮助 而不觉得伤害 那还有呢 就得让大家快乐 你自己觉得很快乐 让你的家人也快乐 然后呢 让社会的人也快乐 这就是 我想就是人生的目标吧 那只有大的目标 大的一个远景 应该有 那就是说 和文永相对 他都听了师父说 每一个人 心中应该有光明 那个光明 也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 并不是说 电灯光 或者拉筑光 太阳光 不是的 社会的光明的意思呢 就是呢 少一些烦恼 多一些智慧 少一些烦恼 多一些慈悲 对人 多一些爱心 对自己 少一些困扰 这个呢 应该是 我们一个大方向 是往前走 是这样子走 就可以了 至于说 做什么大人物 怎么样子大法 民大 财大 还有呢 还有什么大 还有什么可以大的 财大气粗 民大 照风 都不是很好的玩的事 那这就是说 失智而明归 你在什么样的场合 什么样的状况下 那自然而然 你得到软民 得到的财富 得到的地位 都并不是个坏事 但是呢 休息的未来 一定要追求什么 追求什么 追求到以后 你不会满足 那不是你说 已经够了 追求到的东西 都是虚幻的 就是拥有了 还是虚幻的 那是踏实地往前走 那是实在的 有没有得到解答 谢谢 我最近 最近大概这几年 得到一个新的快乐 有可能是一个线索 提供给大家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住院医师 是失恋了 在急诊室 他整个人就 就真的是像鬼一样坐在地上 很落魄的一个医生 那有人进来 他就急救 就冲上去 那那个病人很危急 所以他就上去做CPR 那大概有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那个医师非常的专注 打点滴啊 然后给药啊 然后做心慧复苏 把这个病人救我了送上去 后来他就到我身边 我就问他说 你刚好帅哦 他就跟我说 别贵了啦 我是真的 你的女朋友 如果看到你刚刚那个样子 他真的是迷失你 我没有看过你那么帅 然后我说 你刚刚是不是觉得蛮快乐的 他说 对 大概是这一两个月来 唯一不想的一个女朋友 最快乐的时候 我说 人生如果永远都可以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很棒 他就跟我说 那有那么多人的死没了 要来帮我救 那可是这个事实上 我就觉得很好 就是说 我们以前的快乐 都来自于得到东西 可是如果反过去想 就是有一刻 你忘了你自己去帮忙别人哦 那最近我在思考这个事啊 就是说 这人生的东西 我们以前被受训练的这种快乐 是追来的 那有没有办法反过来 就是说停下来 不要去追了 我们开始 不是去表现 而是去给 或者是去接受 去关心 那那个东西 让你跟整个世界 产生一种密切的那种互动 那个互动 你感受得到的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女朋友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病人 我觉得那个 那个快乐很真实 这是我最近越来越觉得 好像还蛮值得去追求的事情 我觉得你越来越像佛教徒了 很像师父的弟子 你开始在做的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这样的工作 从自己开始 这是线索 张学友呢 刚刚师父的话 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启发 对你的未来 我觉得都是对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像你现在这么红 大家都叫你天王 到哪里都是歌迷处勇 可是你会不会担心失去呢 失去 看到什么程度 你说 我想 我自己在想说 可能是 你希望自己 重新追求的是 你希望自己家庭啊 或者什么的 有一个安全 或者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那个安全感 是我们在追求的 你说 失去到 连安全感都失去 这个我做不到 老实讲 你说 要是你说 你下一张唱片 可能 其实我 没有最卖唱片的时候 那几张卖那么多 也不是每一张都卖那么多 它有起起落落这样子 那所以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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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你在成长 然后很多 现在 譬如说你说你儿子三岁五岁 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对不对 可能他已经知道那个刹兵那个是谁 这样子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有很多事情是 它就是这样子的 它就是这样子发生的 那有 你 你也不可以做什么东西 那我想我自己可以 我只 只能去管一些 我自己可以 可以做得到 或是能管的事情吧 侯文勇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跌倒 再站起来 或者有没有一个追星刺不得痛 我觉得染人常常从 如果回到一个比较低的点去看事情 会比较好 所以我记得我在 有六本书进到前十名的 唱交排行榜的时候 我就说 其实起起落落 我也不希望台湾的文化 全部的排行榜都是我的书 那台湾的文化太无趣了 然后有一个出版界的朋友就跟我说 你从来没有摔下来过 所以你不知道说 摔下来的时候 那种心酸的滋味 那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我已经写的 到了瓶颈 我想休息一下 有一天 我会在榜上一本书都没有看到 我花了四年实现这件事 这四年我没有上电视 没有上大的媒体 没有拍任何的演讲 那我当然是 一般完成我的博士 一般我希望说 我的人生可以想一想不一样 那像去年我在又写了书 又卖得很好 那我就会开始想说 是啊 因为可能社会需要这样子的书 所以我现在在学师傅 就是有一天 如果我的书不再被需要了 那我不要在那边一直写啊 那时候我就没有借口了 我可以好好跟师傅说 师傅我要去做一天的义工 做三天的义工 我没有任何的借口 人生何处不自在 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啊 多半的只是 期待着成功 而且祈求呢 不要有灾难 不要有危险 这是 一个是呢 自己希望啊 那个祈求啊 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 不管信仰什么宗教 都是希望自己备门在那 而能够啊 这个祖应和得福 吉祥如一 这个心想事成 甚至不要花什么努力 就可以作祥七成 许多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都是要期待着 都要祝福着 其实这个呢 好是很好 这彼此互相的安慰 也是互相的欺骗 明明可能有问题发生 但是呢 不愿意承认 可能有问题发生 而希望它不要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危机啊 我是希望呢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危机感 有危机意识 就是在非常得意的时候 不要疏忽掉了 得意忘形呢 下面走到顶点以后 就会走下坡路 这高峰 永远是高峰 就是可能是没有的 应该就会有时起起落落的 那只有能够接受高峰的成功 不能够面对啊 所以是下坡路的这种啊 状态的话 可能就是非常的麻烦 也就是可能有没有办法面对现实 因此我们呢 这个社会应该是 经常要准备着有灾难的发生 预防着有灾难的发生 那个人呢 也是这样子 要经常啊 要居安 思维 比如说张修友说 如果说 他的安全感都没有了 这个你叫他心里都不在乎 这是做不到 我想所谓安全感 你就是要随时准备着 保障你的安全 是从哪里来 这个是位于筹谋 这个一定先要做好 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的话 你是凭空想我有个安全 我有安全 那是非常不安全的 老师仔细认为 仔细在安全中 你这个人是很不安全的 所以呢 不管是何文勇也好 这个张修友也好 他们两个人呢 他们一个是已经经过 有这样子的经验 或者是常常有起起落落的经验 有许多人呢 年轻的时候啊 跌倒一次两次 还能爬得起来 到了年纪稍微大一点 以后啊 一跌倒就爬不起来了 就准备迎击死亡 就等着死了 这也是错的 我们呢 就是死亡的这个事啊 死亡并不是年纪大的人 就尊力的啊 年轻的人也会死啊 小孩子也会死 不过呢 年纪大的人是自然的死亡 是应该必定到的 年纪轻的人 不一定很快就来 但是呢 也不一定就是不死亡 所以面对死亡这个问题 应该呢 从了解这个生与死的现象开始啊 就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作为父母的人也要好 作为儿女的人也要好 作为亲人呢 也要好 都应该啊 有死亡的这种尝试 或认识 就认知 为什么 很多的人 遇到了亲人过世 就是呼天昌地啊 而且 这是非常的痛苦悲异 没有办法面对 那就是因为 平常对死亡没有开念 对死亡没有尝试 那如果对死亡有尝试 有开念的话 那突然间来的死亡 也可以接受 那慢慢的死亡 就是自然的死亡 也可以接受 因为这个是 非常可能发生的事 那临到自己的家里边 或者临到自己个人 这个不是正常的事 并不是一种反常的事 也就是自然的事 那我们大家 对死亡这个问题呢 就是贪生 怕死 结果呢 可能死得更快一些 如果面对死亡 那个做好死亡的 心理准备的人 并不是要自杀 并不是就等死 而是不是害怕死亡 但是呢 能够希望生下去 生存是非常可爱的 非常可贵的 那技术的生存下去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随时如果死亡的话 也没什么关系 如果做好这样子的准备 有些人说 我死了到哪里去 那就是 前世间生的观念又来了 有一个 你不需要担心到哪里去 自然会有地方去 这也是很好啊 那么今天呢 我们非常谢谢张学友 还有侯文勇 真情的告白 或者真诚的告白 他们都非常真实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